第975集 走过弯弯曲曲的回廊 苏冰云带着叶浩轩来到了苏家大院最深处 这只是一个角落 上面以青砖围出了一个小院 院子并不大 但是很别致 从这里叶浩轩可以闻出一股淡淡的香火味道 苏冰云带着叶浩轩走到了小院 只见一名身穿灰色长袍的老人 正在院落中焚上一炷清香 他把手中的香插在了香炉中 双手合十默默地送着道词 他的表情很虔诚 让人丝毫不怀疑他的诚意 这个人正是苏长河在江浙 他几乎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数十年前来到江浙白手起家 从一个出租车司机坐起 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 把苏家做成了江南一品 他的事迹几乎能编成一本书 近些年来江浙圈子里 也有人要提议 为苏长河写一部传记 记下他传奇般的人生 以流传千古 但是被苏长河给拒绝了 爷爷 医生来了 苏冰云轻轻地说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苏长河只是轻轻地回应了一声 他的动作始终都没有变 他就是那样双手合十 在一尊佛像前微微地送着什么 叶浩轻一眼看过去 只见在这小小的香堂前摆放着 拖下十尊神像 这些神像不仅仅有佛像观音像 更有道家的三清 更让叶浩轻无语的是 在最侧端竟然还摆放着 一尊耶稣像 叶浩轻感觉到了浓浓的蛋疼啊 他不知道这个家伙到底信奉的是什么 苏长河直接无视了叶浩轻的存在 他只是一个劲地在默默地念着导词 并不理会身后的叶浩轻 足足地过了半个小时 他才深深地一鞠躬 这才睁开了双眼来 叶浩轻很有耐心啊 他觉得苏长河今天在这里啊 就是等着自己来的 至于他来见自己是为什么 这种老狐狸的心思 是别人不容易猜得透的 让一生久等了 苏长河微微的一笑 对叶浩轻单手合适 没事 我只是好奇苏老先生 到底信的是什么 叶浩轻笑道 他看着那一排神像说道 信佛 信道 还是信耶稣 都信 苏长河认真的说 我是一个对宗教信仰比较狂热的人 我总觉得单单有一种信仰 未必能保全得了我自己 所以我就多信了几种 你是于心有愧吧 叶浩轻笑了 愧与不愧 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 我活着 我打下了苏家这一片江山 苏长河道 是的 你打下了苏家的这偌大的江山 但是这个江山能持续多久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人品了 神只会保佑心存善念的人 但是不会保佑一些 狼心狗肺的人 我坚信 神是保佑我的 苏长河微微一笑 否则的话 也不会有苏家的今天 那是因为你的报应还没有到 这说明神 这说明神眷顾我 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道家而感到欣慰 未必 他指着苏长河道 如果不是你已经病入肛肓啊 如果不是你已经走投无路 你又怎么会让你的孙女求上我 如果不是你觉得自己已经快死了 你又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求神拜佛 一个人得是绝望到什么程度才会盲目的拜神 你看看 你拜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神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你害怕 你怕自己会死 叶浩轩的右手 附在后面道 别强撑了 我今天来 就是来解决你的问题的 如果你有病 你可以现在提出来 我可能会看在薛家老太爷钦锋的江南医品的份上 救你一命 苏长河的呼吸有些急促了起来 或许叶浩轩的这一番话 真真正正的说到了她的心坎里面 她犹豫再三 才低下那高贵的头颅道 你真的能帮我吗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表现了 叶浩轩笑了 你想要什么 和你起冲突 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我们中间的冲突 确实已经起了 而且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你的好孙女 真是为女中豪杰啊 她有野心 也有与她野心相匹配的实力 这些 我们都可以再谈 但是我不确定 我的情况 你是否能帮得了 只要是病 我都能治得了 那好 先说说你的条件吧 苏长河点点头道 第一 让出苏家现在大部分的利益 交给我的盟友芸汐 叶浩轩说 大部分利益 是多少 苏长河问 苏家的云锦 以及一品商糖 还有你苏家这些年来通过不正当手段竞争来的一切 叶浩轩说 你干脆直说 让我们苏家自行灭亡算了 苏长河愤怒地说 你也可以这样选择呀 叶浩轩道 你现在已经有了富可敌国的资产 就算苏家现在就此收手 你的钱也可以是几辈子花不完的 人这一辈子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人死了 钱还没有花完 你希望你自己这么悲哀下去吗 第二呢 苏长河咬咬牙问 第二 自首 你以前自己做过什么破事情 自己交代清楚 并且奉出江南一品这个牌别 叶浩轩说 这不可能 苏长河激动起来 我只是提提我的条件 如果你不同意 大可以当我没说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第三 与云家千金的联姻 就此而止 第四 苏家与薛家的事情 也就此终止 你这是要把我们苏家往死里逼啊 苏长河咬牙切齿地说 拿整个苏家换你自己一条命 怎么算也是划得来的 叶浩轩说 这划不来 苏长河咬咬头道 如果按照你的话去做 我这些年来辛苦打下来的江山 就会毁于一旦 但是你不想死 对吗 叶浩轩笑道 我不确定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治好我的病 苏长河开始有些动摇了起来 圣女临死前的怨语诅咒 对你来说一定很痛苦吧 叶浩轩凑进了苏长河的耳边说道 那种以心血发出来的血症 日日夜夜地缠绕着你 让你生不如死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的身体里面的大部分的器官 已经开始腐烂 你早应该就是一个死人了 你之所以活着 完全是因为愚人族的圣女 用念力 维持着你的生命 因为他不想让你死得那么快 因为他想让你承受 无穷无尽的痛苦后 再去死 现在让你死 真的是太便宜了 叶浩轩说完微微一笑 关于苏长河的身体 他再清楚不过了 渔女说过苏长河的事情 愚人族的前任圣女 爱苏长河爱的是死去活来的 甚至将自己的族人的秘密告诉他 并且关系整个愚人生死的愚人猪 送给了苏长河 然后苏长河竟然反过来 用愚人猪 逼迫愚人族为他做一些 伤天害理的事情 愚人族的圣女愧对族人 在足地圣坛受烈火焚身 煎熬了三天三夜 熬干身上最后一次生命 方才死去 但是他临死前的怨气就这样 缠绕在了苏长河的身上 让他日夜不安 刚开始那些年 这个苏长河的身体还好 愚人族的圣女临死前的诅咒 对他来说影响不大 但是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老迈 那些诅咒也就越来越严重 到了近些年 苏长河的身体越来越不知了 他每天晚上都感觉到浑身器官 像是被视空了一般的痛 直到半年前 他的私人保健医生 按例对他的身体进行例行检查 这才吃惊的发现 苏长河身体里面的器官 已经开始衰老 甚至已经开始腐烂 没有人比苏长河更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他也知道这些病 用普通的药食是治不好的 但是叶浩轩不一样 他仔细地调查过叶浩轩的事迹 他知道叶浩轩精通悬术 并通晓上古驻游神术 他相信叶浩轩一定会有办法的 虽然让他放弃整个家族 来挽救自己一命 这让他觉得有些不甘心 但是他觉得吧 这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啊 所以说他决定 同意叶浩轩的决定 我同意 但是 你需要把我治好再说 苏长河说着 解开了自己的长袍 叶浩轩 哑然地发现 他的腹部 生着一个巨大的毒窗 这个毒窗上面发黑发青 甚至可以看到 苏长河腹中的肠子 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我可以先将你的病治好一半 然后让你来履行你的诺言 你们苏家这些年做过的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所以苏家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叶浩轩说 好 我同意 苏长河咬咬牙 我现在很痛苦 只要你能让我减轻一半痛苦 整个苏家上上下下 有你处置 那行 我现在就可以开始 叶浩轩取出了金针 叶浩轩觉得 苏长河这种人是死不足惜的 但是死他一个不打紧 自己会错失一个时机 一个不被吹灰之力 就将苏家打趴下的时机 现在的苏家 由苏冰云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掌控 正因为她的野心太大 所以她会像疯子一样 四处的撕扯 叶浩轩不想与这种疯子打交道 所以只能把握好这个时机 让苏长河自己低头 不过叶浩轩只保证他不死 至于他以后 是永远的躺在床上 苟延残喘 还是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叶浩轩可就保证不了了 一个小时以后 叶浩轩从佛堂里离开 苏冰云准时出现 送叶浩轩出去 我爷爷的病情怎么样了 苏冰云道 问题不大 我再来三次 她的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叶浩轩骗了苏冰云一眼道 而且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会有所改善吧 希望如医生所言 苏冰云微微一笑 她突然向远处走来的 鱼女招呼道 你送叶少出去 是 鱼女看到叶浩轩 神情上流露出了一丝不自然 但她还是点点头 走到了叶浩轩的身边 你真的要为苏长河治病 鱼女问 想快速地拿下苏家 只有这个办法了 叶浩轩说 她的病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是上任于人族圣女 临死前的诅咒 普通药食 治不好的 鱼女说 我能治好 叶浩轩道 那 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鱼女咬咬牙道 我会办到的 但是今天不是时候 叶浩轩咬咬头道 我们不能把苏长河 逼得太紧了 她之所以同意放弃苏家 所有的产业 救自己的命 那是因为她还有鱼女朱在 只要有鱼女朱在 她就可以继续控制你们云人族 有朝一日 她极有可能会东山再起 你把她治好 以后怎么办 鱼女有些担忧地问道 一步一步来 我答应保证她不死 但是我可没有答应 让她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鱼女明白了叶浩轩的意思 她微微地点点头 和叶浩轩一起走出去 当苏冰云回到苏长河的佛堂时 她意外地发现苏长河 把所有的神像都砸得稀巴嫩 爷爷 你这是 苏冰云有些诧异地问 以后 再也不需要拜这些冰冷的石头了 苏长河说话中气十足 和之前声音微弱的形象有些格格不入 前一秒 她是病人 现在 她却是正常人 过河拆桥说的就是苏长河这种人 她在病得要死的时候求神拜佛 祈求神佛给自己一点希望 但是当叶浩轩把她的病治好一半之后 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些石像给砸得稀巴烂 你的身体好点了吗 苏冰云取出了几根箱 她默默地把几根箱点燃 然后插在箱炉上 她是一个信鬼神的人 她认为苏长河这样的做法有些不妥 对于鬼神 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 作为一个凡人 对他们都要抱以一种敬畏的心理 好多了 也好玄 不愧是医生 她的遗数果然是有几把刷子的 苏长河道 那个女人的诅咒缠了我这么久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过 那就好 但我觉得 叶浩轩这种人 是不可能一点要求也没有的 她提了什么要求 苏冰云问 她要我们整个苏家 自此从江浙消失 苏长河叹道 够狠 苏冰云道 您答应了吗 答应了 苏长河道 可是爷爷 苏家能走到今天 真的不容易 苏冰云 苏冰云怂然一惊 冰云 我知道你不甘心 我又何尝不是不甘心呢 苏长河叹道 我白手起家 一步一步 带着苏家走到现在 现在又要拱手送人 让苏家毁于一旦 但是 我不能就这么死了 我好不容易带着苏家走到这一步 我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 苏长河激动地说 我要留着命 只要我还活着 一切就有可能 苏冰云漠然不语 他为苏长河倒了一杯茶 然后为他俯着后背倒 姨姨你先不要激动 喝点水 苏长河剧烈地咳嗽了半天 这才回过神来 他俯着自己的胸口 接过了苏冰云手中的那杯茶 喝了几口 又递了回去 苏冰云接过了那杯水 放到了一边 他继续为苏长河轻轻地拍着背 经过叶好轩的治疗 苏长河的精神 比起以前好多了 他以前就算是烧枪拜佛时间久了 就会连站也站不住 尤其是不能激动 他一激动整个人 一条命简直就要去半条 不过现在他好多了 就算是刚刚激动 也没有让他胸口有那种 撕裂一般的疼痛 苏冰云 去宣布一下吧 苏家要解散了 苏长河淡淡地说 真的要解散吗 苏冰云吃了一惊 爷爷 你真的要按照叶好轩那话去做吗 难道就不能用别的办法 先稳住他 等他把你的病治好之后再说 苏冰云 你觉得 叶好轩是那种 能轻易被我们糊弄住的人吗 苏长河苦笑道 可不可以用到 来监狮 我们就忘记了 顺恮 好 我推草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